寒冷天氣警告生後 鐵文台早上錄得最低氣溫8度 大帽山氣溫跌到0度以下 寒風之下全港最高的大帽山 早上錄得最低氣溫零下1.3度 近山頂位置有部分草結冰 甚至有部分形成冰柱 有市民帶備攝影器材無寒登山 有什麼打算提霜 霜就沒有 但見到水柱 即石頭流下來的水柱 有些結冰蒸 一條條柱的倒蒸 倒三角那些 有些少許身旺的 見不到霜 但見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開心 都很漂亮 周圍沒有結霜 不過那裏應該是有些水管爆了 形成了結霜這個現象 都挺雲偉的 就在上面沒有多遠的地方見到 日出之後大帽山的溫度 徘徊在3至5度 天文台提醒 部分地區風勢頗大 身體感覺的溫度比實際氣溫低 長時間在寒風之中 有機會導致體溫過低 天文台預測日間最高大約12度 明天至下週中期持續寒冷和乾燥 預料冬季季後風會在下個星期後期緩和 廣東沿岸氣溫回升 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報報導 我們在5-100 裡面 ёл方形成的額衝 對4-3 陸 1 4